谁能相信,我居然跟女鬼求婚了。 这一切都起源于一场直播和一个传说。 我叫方宁,是一个小主播,为了博取粉丝和流量, 我请了专业团队来到了一片叫公主坟的坟地进行直播。 导演王胖子拿着手机,手机中正播放着提前上传的视频, 传说公主坟是古代的短命王朝江朝公主的坟墓。 每年的7月7日,在这公主坟附近,都会有人能看到穿红色婚服的女人在这坟头四周流浪。 据说这一日是那位公主的季日,也是其阴气最重,回魂之欲。 而今年的7月7日,我便会带领诸位一起到这公主坟度过一晚。 届时,我会带领最专业的直播团队,同诸位观众们一同观看着历史性的一刻。 女鬼是否真的存在,前朝公主是真是假。 请各位今晚准时收盘,随手打发点了。 导演看着我说,方宁先生,宣传视频我们已经发不出去了。 现在一天过去,这段视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百万, 可谓是爆款了。 做得不错,不愧是专业的团队,王导今天的直播就拜托你们了, 一定要帮我策划好。 事事事,方宁先生严重了,王导擦着汗,心里却嘀咕, 要不是最近生意不景气,鬼才陪你来这荒郊野外搞什么直播秀。 一旁团队的工作人员也是在议论着, 老大哪里找来的活儿,咱之前不是就拍拍低成本的短视频吗? 谁知道呢,你别说,这周围感觉确实挺瘆人的。 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跑到导演身边福尔说, 导演,女演员说,这里太过荒僻, 现在有点事,好像要晚点过来。 导演一听就诈,他妈的,不过是个群演, 他还摆上谱了,让他赶紧过来, 可不能误了这次的直播。 是是是,那必须的。 导演随即大吼一声,按照计划, 晚上十一点半,准时开拍。 现在是七点半,还有四个小时, 大家都快点将各种东西准备好。 我看着这波操作,果然是专业啊。 嘿嘿,不枉我吃一千块巨资找来的导演团队。 只要能完成今天的直播, 肯定能连本带里的转回来。 不管这公主分是真是假, 就这分为我随便发挥一下, 各搜榜单还不是手到擒来。 随即我便坐下对着导演说, 我休息会儿,等开播前五分钟, 麻烦喊我一声喊。 没问题,您放心休息, 我们的安排帮您满意。 许久之后,导演又冒火了, 怎么回事,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 女演员人呢,我一个小时前就在催了, 可电话却一直打不通啊。 他骂他,等我回去后一定要投诉他。 导演一把把面前的人抓住, 白不及了,你快去把那件红色婚纱换上。 小伙一脸猛逼,我妈。 可是,还没等他说出口, 是被导演一脚踹飞。 还泼不妈妈的,救你了。 快去,赶紧的, 好好看看脚本,别给我漏下了。 小伙刚跑出去, 就看到对面的山峰上站着, 导演,你看坡上, 那女演员好像来了, 其他人也寻声望去, 她什么时候过来的,还自备了衣服。 那衣服看起来, 可比咱准备的要贵多了。 别发愣了, 女演员已经就位, 准备开拍。 直播信号都连上了吗? 是的,可以开始执行计划。 随即,我帅气的戴上帽子, 很好。 那么,直播,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 随着直播的进入, 赞务我们的主席服务, 博主好帅。 终于开始了, 你的背景太假了, 能不能证明一下? 镜头切换到一堆坟营, 我开始介绍到, 这里就是公主坟, 出生在海市的朋友, 肯定都听过这里的传说, 近几年世界各地的灵异事件越来越多。 而这里, 光是目击女鬼的新闻, 都已经超过无奇。 弹幕上, 快点, 给我整个活儿。 太假了, 鬼才信, 我有点慌。 博主小心呀, 看着弹幕飞快地飞过, 好像人气还不错, 说不定这次真能赚到大钱了。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探险。 他的冤魂经久不散, 每到七月七日的这一天, 便会现身于世, 诉说着自己的愿意。 正说着, 一块石头砸过来, 瞬间, 直播弹幕也迅速飘出, 摇捏, 速速献出原形, 退退退退。 看着这如潮的弹幕, 我举起大拇指, 心里乐开了花, 漂亮, 一切顺利。 因为这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接着就是按照剧本接近女演员, 然后让她入镜, 把剧情推向高潮。 看着山坡的黑影, 心想, 果然是专业演员, 这钱花的不愧。 这个就叫专业。 正当我得意的时候, 一小伙急切地跑到导演身后喊道, 导演, 导演, 干什么? 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呢, 导演看着直播间里, 我了, 这回真火了呀, 直播间的人气已经破百万了, 连热度都进入了排行榜前十, 按照合约, 礼物收益的百分之十可是我们的, 这下发达了, 她已经在想象乡车沙滩笔记迷了, 可是, 去去去, 一边待着去, 不想要工资了吗, 这种时候还敢插话。 导演迅速打断了小伙, 一把推开他, 各单位注意, 马上就要到十二点了, 方宁先生, 现在准备朝着女演员的方向靠近, 女演员先按照脚本躲起来, 旁边打光的小伙, 听着嘴里嘟囔着, 还有个单位呢, 总共就四五个人, 这么近, 还用什么对讲机吗? 刚刚被推开的小伙, 觉着有点不对劲, 导演, 刚刚直接就开始了, 女演员没来拿耳机啊, 就在这时, 忽然一阵大口呼啸刮来, 惹得一众人不断抱怨, 什么鬼天气, 突然刮这么大的风, 一小伙抬头, 导演, 他, 他不见了, 导演反手就老只啪地砸在他脑袋上, 废话, 昨天就把台本发塌了, 现在当然是躲起来了啊, 然后拿起对讲器说道, 方宁先生, 演员已经准备就绪, 现在朝着山坡上走吧, 我摸了摸脑袋, 对着镜头说道, 刚刚的那阵阴风, 真是吓我一跳, 本来不相信这些神鬼, 但现在竟然有点害怕了, 我现在甚至怀疑, 这里会不会真的有前朝公主的鬼魂存在, 随后朝着那个山坡走了上去, 刚刚被暴打的小伙又跑了过来, 导演, 导演, 你听我说, 导演也是气不太多, 黄狗盖, 他也已经闻了, 没见大家都在忙吗, 有屁快放, 赶紧的, 只见小伙掏出手机, 之前我们联系的女演员给我打电话来了, 他说刚刚睡着了, 导演看着手机里面的信息, 喃喃道, 没有过来, 那山坡上的是谁, 跟一个女鬼求婚了, 我却不自知, 这是一个很难让人相信的事实,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场直播, 我叫方宁, 是一个小主播, 为了赚钱, 我请了专业团队来到了一片叫公主坟的坟地进行直播, 此刻的我按照预定的剧本朝着山坡小步走去, 山上的演员伴的女鬼忽然杀杀几下, 瞬间就来到我的面前, 我去, 这女演员也太他妈专业了吧, 我竟然完全没有感知到她, 我颤颤地问道, 你你到底是谁, 导演看着这一幕, 纹身冒着虚汗, 死命抓住旁边小伙衣领, 暂请的女演员没来, 那你告诉我, 现在坡上的是谁, 我哪知道啊, 我早就想和你说了, 可你, 正在这时, 摄像小哥看着屏幕, 导,导, 导演, 脚, 你们快看, 他的脚, 导演一看, 瞬间抱着摄像小哥惊叫, 弹幕中也飘来一片字幕, 卧槽, 真的假的, 主播真的遇到鬼了, 你们看, 那个女鬼的脚, 在空中飘着呀, 这绝对是场骗局, 这主播是找了团队来演戏的吧, 导演看着弹幕, 难道说, 我们真的遇鬼了, 那高波之上的, 真是传闻中的前朝公主, 不对啊, 鬼怎么可能被摄像机拍下来, 那她是什么, 某种魂体, 还是外星生物, 我望着前面的演员大叫, 你不要过来啊, 不要过来啊, 心里却想, 这导演这么专业的嘛, 看着服装品质, 还有染的这头白毛, 简直绝了, 看来这次找他们这个团队, 真是赚大, 下面就轮到我的表演了, 我一个弹跳起身, 拿出手电筒, 对着女演员扮得鬼就照了过去, 我不怕你, 小爷, 我生在阳光里, 活在春风中, 区区鬼魂, 根本无法接近我半分, 粉丝们看着, 在弹幕里也刷了起来, 对着女鬼, 竟然还能摆出这么帅气的动作, 太勇了吧, 我就说嘛, 这肯定就是台本, 是主播在演戏, 导演团队看着这边的情况, 眼睛都直了, 喂, 他难道疯了吗, 网友似乎发现不对劲了, 弹幕里刷起来, 喂, 我怎么好像看到他的指甲, 在逐渐伸长, 我不玩了, 我家柜子门动了, 兄弟们, 这个感觉不是特效能做出来的吧, 导演抓起对讲机大喊, 方宁先生, 请立刻停止直播, 慢慢退回来, 我们恐怕是撞鬼了, 这时, 拿着平板的小伙说道, 导演, 刚刚前方突然出现了诡异的电磁波动, 我们的信号, 似乎都被切断了, 现在联系不上他们, 后面一小伙诺诺开口, 导, 导, 导演, 本管他了, 咱跑吧, 突然又一阵狂风刮来, 夹杂着闪色灯光, 地上被刮出大大的多个, 导演团队的人像图片班全部归舞, 饶饶, 饶命啊, 女演员顺势上前掐住我的脖子, 上面的头巾掉落, 一张绝美的脸映入他的眼睛里, 哇哦, 这也太美了吧, 弹幕里, 妈妈, 我恋爱了, 这是女鬼, 女鬼要是长这样, 我宁愿让女鬼把我吸干, 摄像师呢, 拍得清楚一点, 晚上给你加鸡醉, 她好漂亮啊, 就算是一线的女明星, 都不一定有她漂亮, 而我则是一点痛苦, 喂,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和剧本不太一样, 她一个女孩, 怎么力气这么大, 我快不能呼吸了, 此时弹幕里, 喂喂喂, 这是什么情况, 这这这, 这是货真驾驶的女鬼啊, 你看, 她飞起来, 谁家的特技和威亚, 能做到现在这种样子, 而且现实之中, 会有这么好看的女人吗, 这是前朝公主的鬼魂, 公主坟的传闻是真的啊, 怎么回事, 她门当时想杀了我, 快喘不过气了, 王导看着眼前的一幕, 完了, 这样下去, 我们都要死, 王导, 你快想想办法, 我还年轻啊, 能想什么办法, 你看看身后的阴风, 还有这地上的沟壑, 你能比这地上的石块还硬, 正当我快要昏迷的时候, 感觉自己往下一掉, 仿佛坠入深海, 她松手了, 我回过神来, 抓住她的手, 双眼圆瞪地看着她, 提醒着, 她骂的, 我的这场直播, 你知不知道有多么重要, 你倒是给我正常眼啊, 女演员却一脸猛地看着我, 手一松, 碰, 我摔落在地上, 忍不住地咳了几声, 心想, 可恶, 差点就被掐死, 还专业团队呢, 就是这么演戏的, 正想上去理论呢, 忽然想到, 不行, 现在可是在直播之中, 我辛辛苦苦策划的直播, 可不能功亏一篑, 随后, 我便爬了起来, 继续直播, 没想到, 在这公主坟中, 竟然真的有女鬼出没, 不瞒各位, 我活这么大, 一直还都是单身, 既然终要一死, 那我想要在临死之前, 做一件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 我一边整理发型, 一边对着镜头说, 观众朋友们,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今天, 小爷我拼了, 随即我趴的向前一步, 面向女演员扮的女鬼, 单膝跪地, 右手掏出了准备好的一个戒指, 这位公主, 请你放弃那千年的执念, 嫁给我吧, 导演团队的人, 看着眼前的荧幕, 惊得是目瞪孔呆, 我是个小主播, 为了炒热度赚钱, 我找了个视频团队, 来坟地做直播, 导演找的半鬼的女演员没来, 而我却不知道, 此刻正傻傻地按照剧本, 向女鬼求婚, 和一个女鬼求婚, 这个主播, 好猛, 竟然连女鬼都不愿意放过, 好狠的主播, 关注了, 送主播个飞机, 我心想, 就是此刻, 利用这种反差, 达到今天这场直播的最高潮, 额头贴伏的女鬼, 一脸呆萌地看着我, 嫁给你, 女鬼呼得睁大眼睛, 周围电闪雷鸣, 一瞬间抓着我的手, 凑上前来, 这一幕, 搞得我满是疑惑, 这个女演员怎么回事, 为什么又不按剧本眼了, 按照剧本, 她这时候, 不应该在我的求婚公事下逃走吗, 为什么, 你现在才来娶我, 为什么, 为什么, 让我等了你这么久, 又是她的女生, 电闪雷鸣, 狂风呼啸, 怎么回事, 这飓风和爆炸, 真的是啥道具, 或者机关能够做到的吗, 女鬼愤怒地嘶吼, 为什么, 你为什么, 要把我一个人丢在了这里, 所有人都被震得到处乱飞, 看着女鬼后背冒出的黑影, 我心里一顿卧槽, 就想赶紧逃啊, 不知情的网友, 也发出了无数弹幕, 刚刚发生了什么, 你们看清了吗, 怎么卡住了, 喂, 主播还在吗, 报警吧兄弟, 希望主播没事, 我把腿就跑, 震你马见鬼了, 这肯定不是道具能做到的, 我一世英灵, 不会就交代在这里了吧, 我还没有赚够钱啊, 还不想死啊, 女鬼见我要跑, 死死抓住我的手, 带着哭腔, 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我抛下, 不要,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脑子里不自觉地闪现出, 年少时自己被父母丢下的画面, 受尽欺辱, 晚上裹着单薄的棉被, 做梦都想着, 父母接回自己,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突然一震, 心想着女鬼, 原来也和我一样嘛, 于是转身上前, 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 喂, 别哭了, 再次拿出那个戒指给她戴上, 女鬼顺势扑进了我的怀里, 我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我回来, 娶你了, 又是轰的一声, 我被震飞, 啪地撞到地上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我在一阵急切的呼唤声中醒来, 看着周围的人, 我摸着疼痛的脑袋询问, 发生了什么, 那个女鬼呢, 众人面面相去, 昨天那震风过后, 我们都昏迷过去了, 摄像小伙拿着摄像机晃了晃, 我们都检查过摄像机了, 可惜摄像机倒了, 我也中断了, 我想着昨晚的女鬼谈了谈灰尘, 还发生什么, 啥也没有, 我应该是跟你们同时晕过去的, 心想, 这公主坟晚上那么吓人, 白天看也很平常吗? 这时, 王导举着手机, 对了, 方宁先生, 您的账号昨天一晚上, 关注增加了15万, 不仅如此, 光是直播收益, 就有足足3万块, 除去平台扣出的1万5, 到手的钱, 都有足足1万5千块, 我将昨天的直播录像发给您, 您发布以后, 肯定还能积累一大批的粉丝, 看着这咔咔上涨的数据, 我心里乐开了好, 可以可以, 这次的分成你放心, 我会按照合同一分不少, 后面咱们可以继续合作啊, 我拍了拍导演肩膀, 咱都在这里待了一宿, 也都回去休息吧, 好嘞, 导演大手一挥, 搞定, 收工, 我悠哉悠哉的上了楼, 拿出藏在门毯下的钥匙回到家, 灌了一口可乐, 拿出手机看看昨晚的视频, 才发上去半小时呢, 观看人数就已经破十万, 还有这疯涨的评论, 咱这算是一炮而红, 以后也是大主播了吧, 说起来, 我还没有问过, 那家伙叫什么名字呢, 奇怪, 明明才刚醒, 但是还是好困啊, 话说我昨天向他求婚, 他不会就此跟上我吧, 还是别来了, 我可降服不了,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而且, 那种程度的怨灵, 应该是地腹灵, 不能随意离开的吧, 我不乱地把衣服一脱自言自语道, 或许它是因为天亮了, 自己钻回到坟中了吧, 接下来, 就想想怎么利用这个热度, 继续拍视频赚钱吧, 脑袋昏昏沉沉, 就这样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窗外月色明亮, 我迷迷糊糊, 想抓手机, 看看现在什么时间, 睡了多久, 不料手机没抓到, 却抓到了件衣服, 睁开眼, 赫然发现, 那个白发贴服的女鬼, 坐在我身上,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正深深地看着我, 一场暗剧本直播的假求婚, 没想到女鬼却当了针, 还跟踪到了我家里, 昨天的那场直播, 整个人很是疲惫, 不知道睡了多久, 想抓手机看看时间, 伸手却抓到一件衣服, 睁开眼睛一看, 女鬼正坐在我身上, 看着眼前的女鬼, 我一个弹跳坐起, 卧槽, 什么鬼, 我这是还在梦中吧, 一把推开女鬼自言自语道, 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没想到, 我竟然有座清醒梦的一天, 既然是清醒梦, 那梦境应该会随着我的意识而不变, 于是我闭着眼睛, 双手何时念叨, 我看不见她, 看不见她, 看不见她, 我右眼撇开一条缝像强着望出, 发现女鬼还是呆呆地坐在那, 心里就炸了, 卧槽, 我靠, 并没有消失啊, 混蛋, 女鬼看着我人就一脸呆萌, 可恶, 难道是太疲惫了, 导致无法脱离梦境, 这事我突然想到, 记得以前看过, 如果想要查明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就将手指头向手背掰去, 如果是在做梦的话, 应该能直接掰到手背上, 而且并不会疼, 女士, 女鬼看着我的举动很是好奇, 你在做什么, 我回过神来, 卧槽, 这, 难道不是梦, 我战战兢兢地爬到女鬼身旁, 用手戳了戳了她, 有触感, 真不是梦, 她有实体, 感觉到实体后, 我就猛逼了, 瞬间弹射起来, 惊恐万分, 你, 你怎么在这儿, 心想, 完赞, 被这只鬼跟到家里来了, 今晚难道就要交代在这了吗, 这时, 女鬼拉住我的手轻轻说, 我来, 是见你, 听到这话, 我整个人瞬间拾他把你干净, 啥玩意儿, 见我干啥, 咱俩不熟啊老大, 此时女鬼又开口, 相公, 我乐个去, 这是什么神鬼情节, 难不成, 他把我当他相公, 女鬼见我没反应, 呜的一声冒着火气站了起来质问道, 难道, 你忘记了吗, 见此情形我打着他, 那个, 其实昨天晚上, 我, 话还没说完女鬼, 便腾空而起, 准备暴墓, 我在一旁瑟瑟发抖, 好, 好好可怕呀, 保命要紧, 救命啊, 今晚先混过去再说, 于是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抓住她的手, 望着她的眼睛深情地说, 当然没有, 呜, 你叫, 女鬼折指自己, 降临, 我挠了挠头, 对, 降临, 女鬼瞬间就开心起来, 像个孩子一般的模样, 看着她的样子, 悬着她心终于放下来了, 偿护了一口气, 活下来了, 刚刚这是一言不合, 就要吃了我的节奏, 不过这女鬼也太好看了一点了, 是单身太久了吗, 居然会对一只女鬼, 有心动的感觉, 我转过身, 望着女鬼咳嗽两声, 故作正经地问道,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这里距离公主坟, 至少有十公里吧, 女鬼沉着脑袋, 似乎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嗯, 这降临, 于是乎就看到这女鬼化身一只蓝茄, 搜他一下钻入我身体,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来不及反uld, 刚才发发生了什么, 我四下张望, 确定是不见了, 不然, 一个蓝色虚幻的脑袋从我胸前冒了出来, 我在你的身体里, 看着这女鬼, 吓得我大声尖叫, 刷, 女鬼从我身体里飞了出去, 神呃在地上, 她晃晃悠悠地想要站起来, 可惜踩着了裙板, 又摔了下去, 我望着她的模样, 感觉有点可爱 而且看起来 她好像对我并没有什么敌意 于是对她说 你换一身衣服 穿这身衣服 行动应该很不方便 女鬼呆头呆脑的想了想 手指掐起指掘 放到嘴边 默默的念了 我看着眼前的景象 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法术吗 喷的一下 一个浑身不着骗你 身材完美的女子 都现在眼前 这一刻我眼睛是个 鼻血狂飙 喂 我让你换衣服 不是让你脱衣服啊 家里有个身材火辣的美女 是什么体验 当然是梦寐以求啊 可我遇到的 却是个阿彪 因为一场直播 跟着我回了家 让她换衣服 她却脱了个金光 小弟我乃正人君子 岂能被美色诱惑 于是抄起衣服扔了过去 让她换上 这鬼 怎么和电影里的不太一样 戴戴傻傻的 难道是在色诱我 想让我交出二十多年的童子身 不一会儿 女鬼穿着我的衬衣 走了上来 相公 我换好了 这衣服是这么穿的吗 我回头看了一眼 顿时热血翻译 赶紧上前把扣子给她系好 休想让我再喷鼻血 好紧拿相 这是我的衣服啊 肯定没那么合身 你以后 就打算这样一直跟着我 真的把我当你相公啊 女鬼用力地点点头 相公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相公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听到这话 我手扶额头 这真的不是在做梦 你可是传说 中公主坟里 沉睡千年的女鬼啊 看着她真诚的身材 啊呸 是表情 看了口气 那你跟我来吧 毕竟人鬼疏途 也不知道鬼会不会骗人 就想测试下看看 是不是真把我当相公 于是把她带到了洗手间 刚一进去 她就被镜子吸引 哇 这个看得好清楚 相公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你刚刚说我是你相公 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吗 是的 相公 我邪魅一笑 这可是你说的哦 那现在 我要教你做的事情就是 刷牙 既然你要住在这里 每天早晚都需要刷牙 我拿起牙刀牙刷 给她做个示范 她就这么静静地看 忽然头一伸 把牙刷含在口里 然后自己刷了起来 这个动作吓了我一跳 因为那个牙刷是我的 这就是间接接吻了呀 我尼玛 跟个女鬼接吻了 随后 又学着 我刚才的动作 喝水 漱口 还俏皮地 转身问 相公 是这样的吗 看着那若隐若现 似有似无 我已经脸红裹子脱了 拔出她口中的牙刷说道 以后 不准用我的牙刷 既然你要留在这里 回头就给你单独准备一套 我摸着女鬼的脑袋问她 你为什么会认准 我是你相公 女鬼说不记得 只记得我是她相公 而且等了我很久 好像再找一件 很重要的东西 我就觉得 果然是因为什么东西 才接近我的吧 这时女鬼又说 好像是发赞 女鬼的东西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掺和进来怕是 浮过难料 我转身 向厕所走去 让她回房间去慢慢想 来到马桶前 拖下裤子准备吁 感觉旁边好像有东西 低头一看 女鬼正勾勾地 看着我的小弟 我一个机灵 差点呲了一手 你这是在干什么 当然是 在等相公呀 听到这话 我脑袋里 一阵乌鸦嘎嘎乱飞 于是一脚 把她给踹了出去 你给我出去等着 顺利放水的 我一点舒坦 想着这些事情 现在很难做出判断 虽然她样子 还挺可爱 长得也好看 还喊我相公 但毕竟人鬼叔 图物种隔离 我可不是宁采臣 许仙那样的大神 做不出那样的惊天壮举 还是想个办法 让她尽早离开比较好 回到房间 打开门 眼前的荧幕 让我瞬间拾放 一个大美女 哦不 是女鬼 薄衣青纱地 躺在床上 更过分的是她手 正翻看着 我隐藏的学习资料 我冲上去就走 女鬼说 这是在床底下发现的 里面的人都不穿衣服 还想和我做一样的事 在那一瞬间 我就像被开水浇过 身体是又热又红又烫 啊 迟着啊 我还想说 那是我买东西的时候 一个无良老头 硬塞给我的 她又指着书里的画面开口了 咦 为什么这个女孩子 要跪在她相公的面前 还要低着头呀 我的妈呀 兄弟们 这谁能顶得住啊 身材绝美的女娅飘 她在我的床上 看了我收藏多年的 宅男必备学习资料 还说要和我交流交流心底 哥们儿我虽然胆子大 但也不是宁采成那样的级别 一个剑步上前把书抢了过来 塞到床底下 并告诫她 正当我想问之前在浴室里 说丢什么东西的时候 一个脑袋飞了过来 差点撞在一起 我紧张地看着她 以为是要吃了我的时候 女鬼的眼睛 却直勾勾地往下看去 她脑袋里正回味着 刚刚书上看到的画面 忽然眼光一闪 脑袋里的大灯泡 反处瞬间来电 双手朝着我的小弟弟就扑了过来 说是要按照书上的学习学习 还要脱掉我的衣服 我挣扎着 让她赶紧把书上的东西忘掉 这种事情 是不能随便能做的 女鬼撅着嘴咋 只是和相公做 我弹跳着躲开 那个 姑娘我们才刚认识不久 这样不合适 强扭的瓜也不甜啊 心想 哥们我二十多年的童子生 可不能让女鬼给糟蹋了 不过她可是女鬼啊 打也打不过 跑也跑不了 要不然还是从了算了 我假正经地跟女鬼说 要不然坐下来聊点证事 女鬼居然呜的一声 答应了 我心里的小九九瞬间破灭 强扭的瓜 怎么就不扭了呢 一阵失落 正当我说要怎么找八三时 女鬼惊叫一声 我知道 书上的人都没有穿衣服 脱掉衣服 应该就可以拿啥了 随即站起身来就要脱光光 我经历满脸红红 看着慢慢靠近的无限诱惑 内心已经爆发了几百次世界大战 关键是 屏幕前的大家都不爱看 所以 最后只能默默地给小弟弟说了声抱歉 随即我抄起一件外套 直接就把她给套上 夜色下 女鬼江梨 一边穿衣服 一边听着我续腾 我看着她 穿着不合身的衣服问了 你为啥不变一套衣服出来 女鬼说她 不能凭空变东西出来 还把衣服凑到鼻便闻了闻 说上面有我的味道 我赶紧阻拦道 不要乱闻 这尼玛 八百年没洗的衣服 当然有我的男人味了 想到鬼 一般是无法被摄像机 或是肉眼捕捉到 于是又问她 是不是真的鬼 她直接否定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啥 而我想的 她可能是某种执念化作的魂体 要让她快点离开 找回发单就是关键了 我抓起她的手 问她有没有想起丢的东西在哪 她满脸疑惑 然后说饿了 鬼也会饿的吗 我只好拉着她 来到了冰箱前 打开一看 里面空空如雨 只有一个大饼 也不知道鬼能不能吃 反正就只有这个 女鬼看着这大饼子 一口咬了下去 然后摇头说 这个吃不饱 望着我咕咕的吞口水 我靠 这不会是要吸我的洋气吧 女鬼转过头看了看窗外 说那边好像有好吃的 我跑到窗边闻了闻 正想问在哪里的时候 一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然后就飘了起来 吓得我是哭蝶海黄 天空间搜的一声 绿色光焰迅速消失不见 一会儿 啪打一声 双脚落地 还没站稳 我就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吐着树 刚想问这里是哪里 眼睛一瞥 女鬼已经大踏步地走了进去 女鬼想要霸占我几十年的童子之身 我誓死不从 纠缠之下女鬼饿 以为她要吸我洋气 没想到却要带我去找好吃的 由此还发现了重大商机 简直就是因祸得福啊 就在刚刚 女鬼把我像小鸡一样滴溜着 搜的一声来到了一个学校 这学校黑灯瞎火 到处弥漫着阴森恐怖的气息 我抬头一望 海园小学 这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看着满地杂乱的桌衣板凳 顿感不妙 赶紧掏出手机一查 原来 这里是海园村 离我住的地方也不宁 而且上过新闻 说是十年前 有个开发商准备在村里建个游乐园 但后面施工的时候 工地和周边出现了很多灵异事件 最出名的就是海园小学 一个叫莲香的小学生 神秘失踪了 警方到处搜索都没找到 一个月后 尸体却突然凭空出现在教学楼里 而后过了半个月 校长又莫名地上吊了 工地也怪事连连 最终导致停工荒废了 我看着这些信息惊得是冷汗直流 正想敲摸地拔腿跑步 女鬼却说里面有好吃的 想让我和她一起进去 我正犹豫着 她却滴溜着哈拉子 飞起来就把我往里面推 我感觉这里有点邪门 刚想劝两句 话还没说完 女鬼一个血红空洞的眼神飘了过来 吓得我连忙改口 开个玩笑 心一横 本来就有个女鬼一直跟着自己 那还怕个毛啊 大手一推 门碰得打开 里面的蜘蛛老鼠吓得刺散了头 江丽骑着我的肩膀指着五楼说 在上面 来到五楼 原来是校长办公室 她搜的一下 直接飘了进去 看见桌子上的一把梳子 哈拉子躺了一地 说这个就是好吃的 我拿着梳子吹掉了上面的灰尘 满脸迷惑 还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吗 就一把梳子 也没什么特别啊 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 就是感觉有点凉凉的 鬼的品味果然奇特 江丽小手一挥 梳子瞬间就飞了起来 悬浮在空中 接着就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 仿佛大块躲一 小舌头一舔 满脸的幸福与满足 我拿着她吸过的梳子 感觉已经不凉了 女鬼说这梳子里面有魂力 她吃这个就能填饱肚子 不过这里还有更好吃的 要我和她一起再找找 我突然灵光一闪 找魂力 那不就是找鬼吗 灵异事件 探险视频 结合现在要做的事情 终于有能挣大钱 还能让江丽留下来的办法 于是我转身问 她是不是能感知到魂力所在 得到肯定答复后 就想着之前的坟头求婚热度 还没下来 那就接着再来一波 主打探险灵异事件 有江丽这女鬼做帮手 那还不是手刀擎来 绝对爆火呀 心动不如行动 说干就干 于是把手机丢给江丽 让她好好拍 拍好了就奖励 带她去吃好吃的 这个小小的好吃鬼 听到有好吃的 尽高兴的原地蹦圈 我随后又嘱咐了几句 江丽就把手机悬在空中 对准我 正是开始了我们的挣钱大吉 随着直播间里人员的涌入 都想知道 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也想知道 那就和我一样 静待下回呗 女鬼江丽带我找好吃的 结果来到了 诡异的海员小学 在校长办公室 她吸了一把梳子的魂力 后说没吃饱 要我和她继续找好吃的 于是我们开启了 新一轮的探险直播 我对着镜头介绍 这里是海员小学 是四十年前 上员基金会捐赠而修建 十年前的少女神秘失踪案 开启了这里的诡异传说 从那时开始 每年都会有离奇的案件 以意外发生 一直到三年前 这里的人全部都搬走 那么这所谓灵异事件 到底是人为还是巧 还是说真的有鬼怪作所 我带大家一探究竟 正当我激情刺涉 唾沫横飞的时候 背后的梳子 慢慢地散发出了气息 搜的一下 飘了起来 江丽看到后瞪大眼睛 嘴巴不自觉地又流起了哈拉 但还是呼呼地摇了摇脑地 说不能吃 要把视频拍好 对于正在发生的这些 我没有一点感觉 还一本正经地继续对着镜头 介绍那些灵异的事情 十年前那个凭空消失 后面又突然出现了女孩尸体 正是出现在这个校长办公室的门口 而后校长就在这间办公室上吊了 所以说这里应该就是传说的源头 就在刚刚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了一把只有女孩子才会用的梳子 就是这把 我顺势就要去把刚才的梳子拿过来展示 结果却拿了个空 转过头就看见 梳子就像蔡依林一样 在空中旋转跳跃不平线 看到这一幕 还以为是江丽为了节目效果搞的小动作 可下一秒 一只黑手 啪的一下抓住了我 看到江丽并没有什么动作 我转过头 一双黑洞洞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一瞬间我就万马奔逃 冷汗直流 下一刻 一个单手锁后 直接把我给举了起来 搞得我全身无法动弹 因为是背对着江丽 他完全看不到我现在正被完灭 所以这家伙正对着屏幕 傻傻地看着我的背影 溜着哈拉子想着视频拍好了有好吃的 还真是个好吃鬼啊 正当我用尽全力喊出救命的时候 手上的佛珠金光一闪 一股金光瞬间燃遍全身 掐着我的女鬼随即一惊 想要跑路 我一把把她给掐住 拉了回来 正当这女鬼一步为啥我能掐得住她时 这个女鬼因为打不过我就要以身相许 还说只要我放过她 让她做什么都可以 哥们心想还有这好事 正要把持不住的时候 后背竞生出一股凉气 原来是那只称呼我为相农的女鬼江丽 她正死死地盯着我 眼冒红光 我瞬间反应过来冷汗直流 你把女鬼也要吃醋的吗 我抓着面前女鬼的手大声喝倒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性感诱惑我 女鬼也是一阵 这大半夜的哪里来的光天化日 我再次对着她就是一顿正义的输出 只因脑补了江丽拿着小皮鞭 把我绑起来狠狠鞭榻的场景 可女鬼却再次带着哭腔 阴阴阴的凑了上来 下一秒 一股阴冷的气息笼罩了我的面目 我顿感不妙 中计了 女鬼大笑着推开我 说靠近我是为了吸我的魂力 而后翻身就朝我发起了攻击 因为躲避不及 我被干倒在地 爬起来后 背上却流下了几道鲜红的血 女鬼以为吸了魂力比刚才强 就再次对我发起了攻击 胳膜我因为有法力加持 左闪右闪毫不费力的全部躲开 女鬼一阵错误 感觉自己被羞辱了 于是朝着我想要奋力一躲 结果下一秒 啪了一声 一个清脆的耳光狠狠地扇在她的脸上 女鬼直接就给干蒙了 刚想反击 我好起她的脑袋就是框框一顿乱打 同时我嘴里还不停地念头 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 一点都不乖 小爷我今天就是来收拾你们这些邪魔鬼怪 要让正道的光照耀在这阳光的大壁上 女鬼被揍得魂力到处乱飞 江离直接就给吸了 大口大口地吞着说好吃 小嘴一歪 脸上近是满足 当我低了起女鬼要问些事情的时候 女鬼却汪汪大哭 像个小孩一样 还说我欺负她 女鬼坐在地上 身体越哭越小 最后竟变成了个小女孩 我看着眼前的小女孩 感觉有点眼熟想到了什么 下意识地问她是不是怜香 就是那个海园小学失踪挂掉的女孩 女孩没想到我认识她感到很诧异 我感忙扶起她 想问下十年前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孩却哭着说是有人逼迫她的 我感忙安慰她说可以帮她 就在此是疯的一声 一个声音传来 一道近风直接把怜香给吸走了 我伸手去拉 结果一道黑气喷涌而出 一个带着黑气的巨大怪物冒出来 伸出大手就要把我给拍在地板上 千军一发之际 江离闪身挡在我前面 黑气和绿光直接撞进一道气场 瞬间就把我给弹飞了 江离看着我被弹飞 以为我受伤就要过来查看 下一秒 因为分析她也被震飞了 没想到要对我使用美人计的女鬼 竟然是十年前失踪后挂掉的小女孩联想 正当我要询问十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一个硕大的背影将来吸走 还要噶了我 我直接被震飞晕了过去 醒来后睁开眼就发现 女鬼江离正呆呆地看着我 江离见我醒来瞬间露出高兴的神情 我一个起身想要站起来 浑然没有发觉自己在树上 就在我英俊的脸庞 要和大帝来个法师亲吻的时候 江离一把把握给好住了 安全着陆 好险 差点摔个狗坑屎 我望向周围 发现自己是在海原小学的外面 那就意味着自己逃出来 是江离救了我 我随即问她里面的女鬼和那个黑色怪物怎么样 能不能打得过她 江离说因为魂力不够打得过 随后她把手机丢给我 说视频已经按照我的要求拍好了 她要开始吃好吃的 我疑惑地问她哪里来的好吃的 她直接掏出一根硕大的黑手指 说这就是好吃的 是刚刚救我的时候顺手拿的 我疑惑地问她这要怎么吃 是要搞个烧烤还是爆炒 江离呼呼地摇了摇头 然后把那大黑手指往天上移 自溜自溜地缩了起来 最后还不忘甜甜小舌头 感觉尽是满足 当她还在回味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 之前的疲惫感完全消失了 我望向江离 发现她的魂体也凝食了很多 原来充满阴气的东西 才是魂体补充能量的最佳方式 我问江离后来发生了什么 还有我之前体内的能量和反应是怎么回事 她刚想告诉我 结果身上就丝丝地冒起了黑气 原来是天亮了 阳光射在了她身上 她抱起我直接就原地起飞 天空划过一束蓝光 然后就到了我的房间 随后她就躲在门后瑟瑟发抖 身体还在冒着黑气 我赶紧拉上窗帘打 免得她被阳光直接给照没了 做完这些 我长嘘一口气 江离却一个剑步冲上来要和我玩贴贴 我却觉得她像小动物一样 会黏人会找主人撒娇 我告诉她窗帘隔光性没那么好 太阳起来了要赶紧躲 她却说可以进入我的身体 说是已经和我缔结了契约 我在她就在 我挂她也挂 文言我下巴直接给掉到了地上 忙问什么契约 江离直接手掌一身 左手无名指上一个闪亮的戒指 丢丢的发光 说这就是契约 原来是之前在坟头蹦迪求婚造的面 江离一脸幸福的说已经和我同为一体 只要我找到好吃的她就可以恢复力量 如果她吃不饱我也会挂掉 而我挂掉她也会直接没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之前的疲惫虚弱感 还有打女鬼的力量是怎么回事了 都是因为和江离是一体 她饿我就虚弱 她有力量我就变强 我和她的力量是共享的 镜头一转 小女鬼怜香被大黑怪物拉回去 直接就被揍了 无力的摊坐在墙角瑟瑟发抖 大黑怪一边揍一边危险 说不会让怜香离开她 看着断掉的一根手指 自言自语的说感觉他们还会回来 下次一定要亲手噶了那两个 看来下集会有危险了 本头蹦迪蹦出个女鬼 非说我是她项目 动不动就要跟我玩贴贴 还要带我去找好吃的 更离谱的是还缔结了个什么契约 她饿我就弱 她抢我就抢 经过一晚上的惊心动魄之后 我早已是鸡肠碌碌 揣着我的女鬼老婆来到了楼下面馆 老板跟我是老相识 看我今天这么早感觉很诧异 因为平日里我都是在她要收摊时才会想 我可不会告诉她 我昨晚和鬼打了一架 于是随便忽悠了两句说刚好有点事 不一会儿 一碗多肉多汁的牛肉面端了上来 我抄起筷子就开蛋 边吃边问江离魂力的事 江离说她之前力量流失了很多 需要汲取魂力来恢复 就像之前吃的那些好吃的 还有吸取他人的恐惧也可以 我缩着面条感慨 恐惧也可以 那就是说 对于魂体而言 惊吓活人汲取恐惧 也是提升和获得魂力的一种方法 怪不得那些恐怖故事总有那些吓人的桥段 那么江离的力量恢复 就与上次的几十万人直播有关了 我端起大碗 一顿咕噜咕噜的灶 放下大碗随后大手一挥 张叔记账 月底一起结 张叔也是摆摆手让我赶紧滚 有空多去他那里给他帮帮忙 我手笔OK转身离去 回到家 看着昨晚拍摄的视频 想着直播能让力量恢复 那视频应该也可能有效果 还不由得感叹江离的操控稳定性 虽然是第一次操作 但稳定性真的算是顶尖的 而且这个视频后期处理一下 肯定又是爆管 最关键的是还能给江离补充能量 简直是一举多得 于是就联系了之前坟头泵迪合作的胖子导演 转身叫了江离 他文言一个猛子扑了过来 直接怼了我一脸 满脸怒气的说我这样喊 他感觉关系好疏远 宝宝不开心 这搞得我冷汗直流 只好满脸尴尬的试着叫了声离 下一秒 一副娇小可爱的模样又飘在了我面前 我问他昨晚海源小学遇到的那个怪物能不能搞定 想着要把这视频录完整做成一个系列 而且自己答应了那个怜香小姑娘 要查清楚以前海源小学到底发生了什么 结果江离却说他打不过 除非能找到他的发簪 我起身就要带他去找 结果他却说发簪已经在半年前被盗墓贼偷了 他眼含热泪让我帮他找回来 说对他很重要 我摸着他的脑袋答应了 只是该怎么找呢 江离说三个盗墓贼 有两个已经被他给吓傻了 还有一个逃了 发簪应该是在逃走的那人手上 他昨天吸收了魂力 现在能够粗略感知御簪的位置 应该还在这座城里 我打开电脑就要查关于盗墓贼的资料 结果手机却响了钱 当我以为是胖子导演把视频剪好了的时候 跳出来的却是一条警方短信 提示最近有恶意伤人事件 外出一定要有人陪同 镜头一转 阳大金融中心胖子导演工作室 几个员工正在摸鱼 抱怨再接不到活就要饿死 除了之前接了我的订单之后就没有活了 旁边的绿帽男一听 一个报警 别提那天晚上了 想到就毛骨悚然汗毛直立 绿帽男还在感叹没钱交房租的时候 啪的一声 王胖子推门而入 举着手机兴奋的说 兄弟们来活了 绿帽男假正经的问什么活 胖子导演啪的摁在他的绿帽上 说还是我的活 众人一听是我的活就纷纷摇头不想接 他们可不想再去坟头蹦 而王胖子却告诉他们这次不需要去坟头 只需要剪视频 员工们看着群里还没打开的视频 都嘀咕上次坟头蹦迪的事 结果王胖子啪的一盏过去 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捡到宝吗 工作是能起死回生 还能轰动整个行业 随即便按下了播放键 男人看了眼视频就被吓得魂飞魄散 啪哒倒地后爬起来 颤抖的不敢相信这特效做得这么好 是如此的逼真 我把之前在海员小学和江丽拍的视频 传给了他们做后期 胖子导演接活后和手下员工开始观看 一个员工尖叫的指着屏幕里跳动的梳子 害怕的勾住了同事黄毛的脖子 直接把他整了个口吐白目 黄毛立马挣脱他 还说不就一个梳子吗 怕个屁啊 可下一秒 他就趴打倒地 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 因为他看到梳子里冒出来个女鬼 更劲道的是我正和女鬼干假 黄毛颤抖的不敢相信 还说这是特效 胖子导演也是冒着冷汗 因为以他十几年的从业经验 完全看不出这视频有剪辑制作的功绩 众人看完后都觉得毛骨悚弹 但还是想知道视频里的莲香到底是怎么死了 幕后的黑手到底是谁 胖子导演随后拿出自己去图书馆查询的资料 说视频里的莲香和十年前的莲香是一模一样 于是就发现了暴力 说这视频绝对能火 然后就对他的小伙伴们开始烙底 最后梅哲只能说发奖金 于是就跟屏幕前的你一样 听说有钱瞬间就有了干净 随后就撸起了袖子加油杆 时间转瞬即逝 几个小时后视频与封面都出来了 胖子导演看了视频 拍着员工老薛的肩膀就是一顿夸 随后就要去登录账号把视频发出去 下属赶忙问他要不要发给我看看 胖子导演直接就变身社交汉口 说我是他好哥吗 剪完直接发就可以 镜头一转 视频网站审核部 审核员如同上班的你一样 正一如既往的摸着鱼 看着电脑上的审核视频 觉得跟其他的探险视频一样 没啥营养都是搞噱头 可下一秒他就惊了 滚烫的开水差点给他搞了个下声不随 周围的同事也被他的举动影响 他站起身来再次确认 然后招呼同事 说自己发现个有趣的视频 同事们见他这么夸张 于是纷纷好奇地跑了过来 比三毛少两毛的眼睛男似乎有些不幸 觉得要不要这么夸张 可随即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震惊至于蓝发女表示太短了不过瘾 至于什么太短了你们自己想 然后他们就讨论起了拍摄手法和特效 还要看看作者是谁 镜头一转 我揣着江里走在大街上 一边分析一边按照他的指引去找发赞 半年前有三个人在公主坟附近出没 警方抓住两个 都是盗墓的惯犯 第三个人不知所踪 被抓的两个人因为见到了江里 警方在公主坟没有发现盗墓的洞穴 逃跑的第三人也没有掩盖现场的事件 那么这可能这背后还有其他人 或许还跟海员小学有关 突然江里从我身体里冒了出来 说已经很接近发赞的位置了 我赶忙一把把他给捂住 你大爷的 这可是大街上啊 要是被人看见了那不就玩犊子了吗 然后安慰了他几句 说等走到没人的地方就放他出来 夕阳西下天色渐晚 江里冒出个手指给我指路 然后就来到了一个酒店的后巷 周围围满的人 还拉起了警戒线 一具干尸躺在地上 叼着烟的警官正在观察周围 旁边的人群也不断地在议论 连张警官都懒了 这事情看样子就不简单 身材火辣的大美女要倒贴 却被我一把推开 不是哥们我幸福 实在是因为藏在身体里的女鬼媳妇 给我来了个局部按摩 我熬的一嗓子 来了个紧急避险推开了美女 在此之前 我跟着女鬼将离寻找她的发展 路过一个酒店小巷 碰到一具被吸干的尸体 听周围人说 这已经是第三起这样的案子了 带头的红发警官 问自己的徒弟对案子的看法 徒弟表示从现场看 死者大概是在凌晨三点挂的 身上没有任何攻击痕迹 摄像头也没拍到 和之前的两起案件一样 都是心力衰竭猝死 但几位受害人 却都没有心脏方面的疾病 因此这很可能是连环杀人案 红发警官打断她 我问的是根据现场情况来推断 死者没有中毒的迹象 体内没有药物残留 符合自然死亡特征 但尸体是干尸 所以这不可能是自然死亡 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徒弟摸摸脑袋表示 自己确实想不到了 除非是有鬼怪作祟 随即红发警官就让他发通知 让居民晚上尽量少出息 镜头一转 烂尾楼里 一个男人双手捧着发簪口中念头 大人 时候到了 下一秒 墙壁中突然出现一个硕大的脑袋 随后舌头一舔 仿佛要享受饕贴生宴 男人紧张的邀请说可以出发了 墙里的头直接跳上了男人的后背 是个婴儿般的鬼怪 随后他拍了拍男人 让男人不要紧张 有自己帮助警察是找不到的 而且自己手上还有发簪 是无敌的魂器 就算是四级魂灵都能轻松搞定 随后就把发簪交给了男人 开始了他们的计划 中年男人刚从酒桌上谈完业务下来 摇摇晃晃的走出门 迎面就撞上了男人 男人扔给中年男人一个发簪 中年男人瞬间就是一正 随后男人就在中年男人耳边说 沿着这巷子走就可以回家了 中年男人红着眼睛摇摇晃晃的朝着那边走去 男人则在背后说请大人用餐 中年男人走到巷子口 却发现是一堵墙 刚伸出手去摸 一个满是眼睛的脑袋直接冲了出来 中年男人直接吓得魂飞魄散 另一边MG酒吧 我已经在这里坐了几个小时了 只因江离说他感应到发簪的魂力就在这边 而之前酒店巷子里的那件干尸案 很可能就是要找的那个人做的 因为那干尸上有发簪的气息 突然江离冒出来指着一边说 感知到了发簪的魂力 就在外面 我立马起身冲了出去 无耻地跟服务员说不用找了 服务员也是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看着水杯下的一块钱 气得直接摔了杯子 见过抠门的 却没见过这么抠的 我直接挤出人群 东张西望 没曾想一个身材火辣的大美女却盯上了我 小哥哥要来喝一杯吗 喝完之后我们可以单独地聊聊人生药 我刚想拒绝 美女却直接扑了上来 小手还很不安分地要聊我的小弟弟 这泥马哪里能忍啊 就在我即将准备战斗的时候 我熬的一嗓子直接把她给弹飞了 不是我不愿意啊 实在是因为身体里的女鬼媳妇吃错了 给我来了个单手马杀鸡 这一下搞得动静不小 众人都看向这边 看场子的黑老大和手下一帮人走了上来 我赶紧道歉表示误会 结果那几人却不依不饶 上来就要给我个大逼兜 我单手擒住来人手臂顺势一甩 砰的一声直接干翻 其他人见状抄起棍棒就把我给围了 江里想要全部赶了他们 我赶忙阻止 我可不想去采缝刃机 可随后他们就举着棍棒朝我冲了上来 我一脚踹飞正在害人的恶果 却被当成了杀人凶手 只因我孤身走岸像艾娜美丽的模样 就在刚刚 为了老婆孩子拼命拉业务的中年男子走出酒吧 迎面就撞上个穿帽衫的男子 男子扶起了他 中年男人频频感谢还说要请他喝酒 男子说让他朝后面走就可以回家 可下一秒墙里就冒出来个鬼怪 要把男人吸成肉干 自己要去西天的时候 一只42码的大脚砰的踹了过来 轰的一声 那鬼怪直接被撼进了墙里 没错那只大脚就是我的 我转过头看向中年男人 并询问他怎么样有没有事 他当想回答却扑通一声栽倒栽毙 这时女鬼将林冒了出来 很确定的说发簪就在那个鬼怪身上 与此同时那鬼怪也重新飞了出来 以为我是受魂人 还想跟我谈条件 但哥们我可是丝毫青年岂能答应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恶意伤人 本少爷可不会坐视不管 见我这么不上刀 恶鬼直接就来了个风卷残云 想要一波把我带走 看着缠绕在身上的黑气 感觉就是无比的惹性 刷的一声 一只绿色小手从我身体里 直接就把黑气捅藏了 恶鬼直接惊出冷汗 而这时手上的佛珠也散发出阵阵金光 又到了小爷耍帅的时候 我一个箭步冲上去 恶鬼见识不对就要跑 我大喊一声梨儿 将林从我身体里嗖地冲了出去 对着恶鬼就是一顿狂躁 完事后还不忘甜甜小舌头 居然还打了个宝格 恶鬼因为魂力被吸变得比较虚弱 我再次冲上前大吼 让他把发簪交出来 他还想逃 我一个大招直接就给他撂倒在地 然后用脚撕撕踩住他 问江林下一步该怎么做 这个小吃货直接就要打了人家 谁知恶鬼直接就拿出了发簪 一道绿光冲天而出 直接打了我俩措手不挤 当反应过来时 恶鬼已经地盾而逃 与此同时一道亮光从我身后传来 别动举起手来 见我没反应 小警察一个擒拿直接把我放倒 当我站起来的时候 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我 可下一秒男人就收起了枪 还说这应该不会是我干的 小警察满脸的不相信 指着地上的中年胖子说 这跟以前的死者状态一模一样 男人直接说以前的案子 周围都没有其他人的踪迹 而那边有摄像头可以拍到这个箱子 如果我真的是凶手 是绝对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小警察一拳砸在墙上 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还问我是什么人 中年胖子这时醒了 说我是他的救命门人 小警察急切地想要问点什么 可下一秒中年男人就晕过去了 这时中年警察走过来 问我是不是受魂人 我是一脸猛逼 本想要忽悠一下 可人家却早早就看了出来 然后递过来一张名片 原来是刑侦队长张天道 还说要说谎的话 要注意一下眼神和表情 嘱咐了我两句对付那些东西 要小心之后就离开了 而在我们都不知道的楼顶 那个恶鬼直接飘到了一个男人的怀里 女鬼老婆要和我休息 我却说要抓贼 因为身体的灵力不够 女鬼老婆带我来到我的精神世界提升灵力 可下一秒我俩的衣服就不翼而飞 在此之前 为了找发簪遇到了灵鹰怪 一番交手之后 灵鹰怪被江离揍跑了 灵鹰怪飞到帽子男身体上 说要去其他城市狩猎 自己机遇受的大大的委屈来日定要报处 帽子男抬脚一跃顺势跳下 我和江离摆脱警察叔叔之后就开始追 他感觉到灵鹰怪受了伤 应该跑不远就在前面 我回想起刚刚好像是有机会抓住灵鹰怪的 问江离怎么躲开了 江离说因为那个中年男人的阳气太重 他不能现身 灵鹰怪施展的是魂术 需要魂力或者灵力才能破除 而且要力量强大的才行 魂力只有魂体才有 而灵力则存在于每个人的体内 大部分人只有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才可能爆发出体内的灵力 我感觉江离的记忆恢复了 他说是因为吃了好吃的所以记起来了一些 当我感叹之前无法挣脱灵鹰的束缚 是因为灵力不够实 江离打断我 不是的 相公体内的灵力在我魂力的增幅下 已经远远超过他 只是需要体内灵力外放才行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江离小脑袋一亮有办法 下一秒他就直接扑了过来 还让我仔细感知 紧接着他就吻了上来 接触的一瞬间我仿佛掉进了无尽大海 江离告诉我这是我的精神世界 因为和我缔结了契约 所以只要联系加深就能一起进入这里 至于怎么个加深法我不懂 视频前的你能懂吗 我说我们要抓紧时间去抓那灵鹰 不能让他跑了 江离却说在精神世界时间是外界的万分之一 让我不要担心 要尽快熟悉灵气的用法 可下一秒我们的衣服直接不见了 这也太刺激了吧 江离说衣物会极大影响灵气 所以要脱等 他转身绕到我身后 要来个超级马杀鸡 后面的情节朋友们不爱看我就不讲了 不一会儿我就金光缠身 双眼一睁 灵气外放 搜得冲天而起 江离瞬间就发现了那个男人 帽子男也发现了我们 灵鹰催促他赶紧走 因为他知道在我体内有个至少五级的魂灵 他干不过 帽子男刚要骑上摩托 我就跳到了前面的路灯上 对着灵鹰戏谑的说原来如此 你就是这样寄生在活人身体里 躲过警察的追捕了 而你应该就是那几个盗墓贼中的第三个人了 帽子男刚要发怒 我跳下来灵力外放直接震飞了他 他爬起来掏出匕首 灵鹰也飘了出来 战斗一触即发 我要灵鹰立马交出发展 他伸手戳进自己的身体 下一秒一道绿光喷射而出 灵鹰骑着一条黑龙对我发动了魂束攻击 我使出降龙石巴掌 轰的一声直接破开 灵鹰震惊了 随后直接就发了大招 我集中灵力全力外放 又是轰的一声 灵鹰直接吓得发抖 直呼怎么可能 见此我直接召唤将力给他最后一击 一波绿光冲去 砰的一声巨响 发簪掉落 我赶忙伸手去接 下一秒一道道黑色气丝又死死将我缠住了 这个男人想要杀我 我不但不弄 还丢给他一部手机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以后方便联络 原来男人受到了魂鹰的控制 不得不帮助他诱杀猎物 我和将力在找发簪的路上遇到了魂鹰 于是就开启了战斗模式 打斗中发簪掉落 女鬼老婆直接就吸了魂力 魂鹰看到发簪丢了直接爆木 下一秒我一个降龙石巴掌 把他直接干干 而魂鹰的一缕残留意识 却撞进了我的脑袋 一瞬间我脑子里就多了许多记忆碎片 碎片显示魂鹰是个命鹰 生下来没多久就被自己的父亲溺死 于是就化作了怨恨的婚礼 之前那些死者是因为他们身上有魂鹰父亲的样子 为了报复所以他就用残酷的手段两结了他们 见此我望向将领 很是好奇是什么样的执念 让他一直留在公主坟上牵迷 下一秒一把匕首捅了过来 争的一声被我夹住 见此情形男人顿时吓得发抖 原来是和魂鹰一起的那个男人 我手指一掰匕首应声而断 男人瞬间吓尿止不住的颤抖 抓着头发嘴里不停念叨完蛋 我一把给他抵在墙上就问关于魂鹰的事 男人说自己半年前在长百道接了一个大单子 长百道是盗墓行的信息贩子 手里掌握了很多渠道知道哪里可以挖 是一个庞大势力的代言者 之前接的那笔单子就是去公主坟挖东西 当时给了一个古朴的袍罐 说是要到的地方才能打开 而自己因为手键打开了 结果里面就是那个魂鹰 于是当天就被折磨了还被控制了一时 等恢复过来的时候已经和同伴到了公主 魂鹰随后解除了控制钻入了地下 正当以为可以趁此机会跑路的时候 那魂鹰就拿着发簪从地底下钻了出来 跟着他一起出来的鬼影立马发起了攻击 因为自己答应帮魂鹰猎杀猎物 所以他才带着自己逃了出来 而同伴被拖入了树林 后来就成了精神病 如果不答应他就会立马被杀 而且自己的孩子重病需要钱 无奈只能答应了 看着眼前哭得撕心裂肺的男人 我表示同情 但被害人也都是有亲人的 而你这样做就是帮凶 男人文言便磕头颅导算请求原谅 我拉着他的衣领大声吼道 你对不起的是那些永远失去亲人的人 随后立马问长百道在哪里怎么联系 男人表示他们行踪不定 大部分都是线上发布任务 见问不到什么有用信息 我问男人要了手机 输入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然后丢给他 让他以后有了长百道的消息立马通知 随后我转身就走 男人见我不把他送进去 于是砰砰砰的给我行了大度 当他起身在看的时候 女鬼老婆已经带我飞了 回家路上我告诉江林 自己这么做只是不想他的孩子以后和自己一样 从小就成了孤儿 女鬼老婆非常理解还说我超级厉害 短时间内就能打败魂英还帮他找回了发簪 于是立马就要来的爱的贴贴 我推开他一本正经的说丢发簪的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 还问他知不知道长百道的事 女鬼老婆显然对我的举动很是不满 于是沉思了很久却吐出一句不知道 还表示自己记忆力都没恢复让我不要一直问 看着他气鼓鼓的模样 没办法只能先道歉然后回家 回家的路上想着发簪还在我这里 于是立马掏出来给他 这小妮子头发一碗却要我亲手给他戴上 我双手扶着他脑袋 下一秒他的瞳孔瞬间放大 好像看到了他一直等待的那个男子 女鬼老婆想要和我探讨生命起源 我却一把丢开了他 之前帮女鬼老婆找到了发簪 他却要我帮他戴上 而我还傻乎乎的问他喜不喜欢 下一秒他一个旋转跳跃瞳空而起 浑身的衣服直接撕裂 只一瞬间就变得光不溜秋了 我眼睛都直了 可想到他撕裂的衣服是我多年的珍藏 我就感觉无比心痛 下一秒他就完成了变身 犹如仙子般的出现在我面前 突然他额头一闪 一股庞大的灵气注入我体内 只一瞬间我就感觉身体快要撑爆 巴的一声灵气外放直冲明霄 城市的另一边 站在楼顶的红发女和肌肉男看到了冲天的灵气 直呼灵力好强 于是立马就要过去看看 可身后的鬼怪却发动了攻击 红发女不但不跑还轻蔑一笑 只一个回合那些鬼怪就被秒成了炸 一栋废弃大厦 一个男人正跪在地上瑟瑟发动 穿西装的黄毛发觉魂鹰的气息消失了 以为是守魂人出手了 而长百刀却说不打解 魂鹰只是一个试验品而已 虽然死了但还是要调查是谁干的 不然上面不好交代 还让黄毛解决掉跪着的男人 黄毛直接就下手 咔嚓一声男人就上了西天 与此同时警察张天道也发现了冲天的灵气 转身就对徒弟说自己有事先走了 我释放了灵气之后瞬间就感觉轻松了很多 当我还在感受灵力的时候 女鬼老婆飘过来说 有人来了赶紧走 于是搜的一声我们就飘回了家 我还在警惕因为那树光会不会惹什么麻烦 江黎说不会 因为普通人看不到 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灵气力量 江黎说可能是吸收了魂鹰的灵力 还有自己以前留存在发簪里的力量 而这些也只有自己巅峰时期的十分之一 此话一出我直接实话 下一秒就想起他的记忆应该是恢复 可江黎说只有一丢丢 而且一想就会偷偷 我抚摸着安慰他 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 可下一刻他就扑了上来 要和我探讨生命的起源 我正准备放弃抵抗进入正题的时候 手机响了 是导演王胖子的短信 说之前发的视频爆了 看到信息的一瞬间 我直接把江黎给丢了出去 立马跑到电脑前查看了起来 当看到所有数据全都爆了的时候 我就立马想要化身赚钱大恐龙 总之就是搞钱 在我出神之际 一个声音传来 向公快看 我四下张望没有发现江黎的身影 这时他却从我身体里冒了出来 让我进石海里看看 下一秒我就进入了自己的石海里 只发现无数冒着金光的大鱼 在转圈游荡 江黎说这些都是恐怖之力 让我闭上眼 下一刻我俩就直接光溜溜的 而那些恐惧之力也在不断地进入身体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只感觉浑身力量爆爆 自己现在应该也能爆吹魂音了 而那些恐惧之力 应该是发布的视频产生的 想到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脑子里有些混动了 于是立马去冲了个澡 半夜 女鬼老头来到了床边 下一秒她就不着片里 直接钻进了我的背部 还说一千年了终于等到你了 而此刻的我正做着噩梦 梦境里 一把大火正在呼呼地燃烧